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名 热耐 热耐是海军本服的上校 与施摩格同期 原大将折法的学生 粉色长法的性感大美女 尖尖果实能力者 只要目标碰到热耐的身体 那个部分就会变成钢铁的锁 将对手抓住 易能将双臂张开 形成铁栏杆 团团包围住对手 尖尖果实的能力适合晋升战斗 所以在晋升战中 对手很容易就被热耐给困住 早期在阿拉巴斯坦 都会打败克罗克达尔后 热耐把草帽一伙逼入绝境 幸好被Mr.Do逢克雷阻止了 然后逢克雷就这样被热耐抓紧推进城 第九名 邦尼 邦尼是个不折不扣的吃货 他的食量可以跟陆北媲媒 邦尼海贼团船长 同时身为超级新兴的他 角色设定上一定有独特之处 但是目前信息太少 只知道他有控制年龄的能力 曾经被黑胡子俘虏 但是黑胡子并不把他放在眼里 在黑胡子这种力量之上的家伙面前透露了 邦尼可能战斗力并不会抢到哪里去 所以就把他放在地球吧 第八名 尼可罗宾 年仅八岁就被悬赏千万的奥哈拉幸存者 是草帽海贼团的历史学家 他目前的赏金在一亿三千万倍里 罗宾是花花果实能力者 能让身体任何部位像开花一样 长在视线范围内的任何事物上 并做出攻击或其他用途 此用途在偷袭方面相当具有效果 所以罗宾的攻击都是出其不易 目前好像没有能使用霸气的迹象 在新世界的战斗中可能会比较吃亏 所以摆在第八 莫奈第七名 莫奈表面上是凯撒的秘书 其实背后的身份是为了帮助明哥监督凯撒 他的手脚被改造成鸟类的双翼和利爪 莫奈是学学果实能力者 所谓登场的女性自然系恶魔果实能力者 能够将自己的双翼创造出大学 身躯能变成无冰一般的低温 弱点是高温和火焰 虽然是自然系能力者 但是依我看 莫奈基本上开发果实能力还有待加强 所以他在我心目中只是排在第七 第六名 加洛特 兔子毛皮族 作为毛皮族 加洛特是天生的战士 可以通过毛皮摩擦发出电击 而作为兔子 他身受敏捷 曾轻松赌过索隆的坎基 并且他还有那锋利的牙齿 差点就把鹿飞咬死 电气攻击威力巨大 而且能用缠绕着电气的双手 猛及地面 使一定范围中的人触电并发生爆炸 所以第六名就搬给加洛特吧 第五名 雷九 雷九是文士默克家族的掌理 拥有被科学赋予的基因 所以拥有异语常人的强壮体质 年幼就有非常近人的战斗能力 加上文士默克家族的装备 简直是如虎添翼 还有雷九曾经把陆飞体内的剧毒给吸出来 很有可能是有控制毒素的能力 所以雷九在我心目中是排在第五名 第四名 狄波 使用武器为毛 被称为史上最凶恶的女囚犯 是个化了笼状的大神 全被囚禁推进成第六层 可见他之前的影响力有多大 加上是被黑胡子这种力量至上的家伙相中 实力上肯定是得到认可的 所以在第四名 第三名 夏洛特·士木奇 夏洛特家族的第十四女 被孟海贼团的甜点三将星之一 果汁大成 赏金为9.32亿贝利 与卡塔库利·克里加并称为三将星 应该是三将星中的老二 实力上目前还未展露 但是以老大卡塔库利的实力 和老三克里加的实力作为参考 取中间职 实力上应该不容小虚 就把他排在第三吧 第二名 汉库克 王夏七五海中唯一的女性 九蛇海贼团的船长 同时也被称为世界第一爵士美女 超人系甜甜果实能力者 能够迷倒男女老少 并且让对方实化的能力 对的果实遇上对的主人 甜甜果实在汉库克这种 沉与洛艳的美人手上 简直是锦上添花 个人的私欲上将汉库克排在第二名 可能这个排名已经被甜甜果实给影响了吧 最后最后 第一名 夏洛特领领 世皇之一 绰号Bagmom 是一位可以为了甜食而不惜 动员贡献一个国家的可怕人物 超人系浑浑果实能力者 Bagmom能随意处理人的灵魂 让灵魂技术在各种各样的东西内 使之拟人化 但是不能放进人类的尸体 大妈可怕之处是 她那霸王色霸气和那坚韧之躯 五岁就已经能把巨人族部落 艾尔巴夫给毁掉 加上时常处在失控的状态 是海贼王中很恐怖的角色 所以Bagmom在女性实力榜中 底名 应该没有人会有什么意见吧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 不要问我这个排行榜根据在哪里 没有依据 都是个人意见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大大的喜欢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 记得订阅哦 那我们下期见吧 Somehow puisque 她们有先Netらed 雙手 那有本丝 通划 有因素